不好了不好了 吉利跟比亚迪干上了 就在今天 吉利回应了之前比亚迪说 车企在一起的这个话题 吉利说只有和客户在一起 才是真的在一起 怎么说呢 和客户站在一起肯定是对的 客户需要什么 我们就研发什么 客户会购买的 就是客户认可的 始终将客户的需求放在第一位 生产出更多的物联价美的国厂车 才是我们所有国厂品牌 要一起做的事情 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在一起 当然比亚迪他也没错 比亚迪说的是 大家在一起 将国厂的汽车工业 一起做大做强 他的最终目的 也是为了给客户 也就是给我们所有消费者 提供物联价美的汽车产品 那么上次比亚迪说在一起的时候 吉利没有出来回应 而这一次出来回应 很显然 他主要是为了 给自己即将推出的首款 吉利银河的E8车型 来造一个热度 那么我们也是希望 国厂品牌能够推出 更多更好 更优秀的新能源车 一起来做大 中国新能源的这块蛋糕 在整个的世界汽车工业当中 实现弯道超车 一起将我们中国的汽车工业 提到国际一流的水平 这是引领汽车工业的水平 虽然我知道 这中间还有很多漫长的路要走 但是我相信 在这么多优秀的中国品牌的努力下 这个目标一定会实现 其中肯定也包含了 比亚迪和吉利 欢迎大家关注我 一起来关注中国新能源车的发展 小诺 再次启动